哈囉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白同學 白同學今天要來打一個很實用的DIY 大概簡易分享給同學 就是我這個魚缸啊 裡面那個蛋白肌就覺得很吵 那這邊 它就是會塑空氣下去 不然同學說叫我用這個生化美容起來 也是稍微有痠 然後水面如果拉高的時候 它裡面蛋白肌會爆沖 我才有加在活性碳 然後這邊我就想說用東西把它遮起來 就是這個嘛 然後剪出這個形狀 直接這樣把它裝上去 我都不要說話喔 你先聽聲音喔 這樣這樣 放上去囉 這個位置我都做好了 這樣 很像那個 馬桶跟它蓋上去 這個卡榫都做到剛才好 電線剛好散過嘛 電線這樣 這樣 這個地方黯黯 它勾進去就剛剛好 這樣 靠腰勒 撈開 好 等等等等 靠腰撈開 對對對 進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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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個在這裡 這樣 就是這個 管 管著那個電線 電線要造出來 這樣 這個收拾還多好 好像明顯 我是覺得明顯變小聲了啦 這稍微粗粗不要少 來仔細聽喔 也想聲啦 但是不太大聲了 最主要就是 弄這樣子之後 我看海水 它在蒸發 比較不會快 你如果 還要用那個 後面還可以用 隔音棉再打 我覺得 蓋應該是比較小聲 這個感覺還不錯 旁邊會有鹽分 我後面是用這個 板子把它弄起來 另外一塊 這塊也在這裡 好啦 簡易的這個 加蓋子 分享給同學 有一點小聲喔 謝謝